我們現在講的信息 今次講的就是做神中心的管家 即是神是叫我們做一個管家 管家是管我們自己 以及管神交同給我們的東西 我們看看這兩個花園 這兩個花園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好管家 還是不是好管家 管理就是你能夠management management就是 就是這個花園 你同樣做一個花園 怎樣管理得好 怎樣管理得好 照顧得好 同樣一個花園 你照顧得不好 結果是怎樣 同樣我們的生命 和我們周圍的人物 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事務 全部都是我們的管理 我們怎樣能夠更加 做一個好的管家 我們看兩段經文 第一段就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四日二節 這裡講到中心和不中心的管家 這裡講到的照顧什麼 照顧人和我們的責任 我們一起讀 路加福音十二章四日二節 主說 誰是那中心有見識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裡的人 按時分量給他們呢 主人來到看見牧人這樣行 那牧人就有福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牧人若心裡說 我的主人必來一次 就動手打牧人和侍女 並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事實 那牧人的主人要來 重重地處自他 定他和不中心的人同聚 牧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卻不預備 又不信他的意思行 那牧人必多受責打 唯有那不知路的 做了當受責打的事 必少受責打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這個經文所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講到管家 照顧一個家企 就是在家裡照顧 要做什麼事情 主就說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管家呢 有忠心有見識 有神的知識 給祂的知識 主人派他管家裡的人的時候 他會照顧好 按時分糧給他們 就是他會照顧好這班人 主人來到 看見這個牧人所做的 這個給我們看到 首先這個人按時分糧 跟著主人回來 就是要回來的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見到主人 這個牧人所做 看到他所做的事 就是神會看到的 我們所有做的事 神都會看到的 那這個牧人就有福了 就是他就有福氣了 因為神會紀念祂 紀念祂所做的事 我實在告訴裡面 主人要派祂管理一切所有的 就是這個 在天堂到底怎樣管理些什麼呢 聖經有不同經文都有講到 我們不知道 不過呢 天堂依然是有管理的 那如果我們地上面管理 我們這麼喜樂 就是天堂更加喜樂 那這個是其實我們應該學無的 但是我們侍奉神 是不是 只是這一個賞賜 其實不止的 是有很多其他賞賜 整個人的生命會充滿神的喜樂 神的恩典 在天堂和神更加密切 其中一樣 就是神會給我們 交付我們的責任 在天上 我們會有管理的東西 然後就 另外講另一種仆人 那些不聽話的仆人 如果那個伯仁就說 我主人必耐得遲 就動手打伯仁和人 事類並且吃喝醉酒 很多基督徒的心就是怎樣 有牌都未回來 這個真是很常的想法 慢慢來 也不是現在 慢慢再想 以後再想 這個是很多人都會這樣想的 就是 主人不會這麼快回來的 那他就隨意 那他會不會動手打呢 就毫了基督徒都犯罪 就是他會犯罪的時候 打算還有一些 還有很長的時間 將來才算 我們將會改的了 那他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就沒有照顧好 他應該照顧的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事實 這個伯仁的主人就要回來 重重地處置他 他不知道 其實人 活在最終 他慢慢 他不知道不覺 耶穌就回來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都看到 有耶穌回來的 先兆 那些地震 各樣的飢荒 各樣的擾亂 四人都有很多擾亂 恐怖的活動 這些都是戰爭的一種來的 其實我們看到耶穌 快要回來 那麼 很多人就會 一直向我教授 就是 人家會這樣想 到我將來 臨死的時候 我相信耶穌 但是他的生命是糊塗的時候 他就會對神的事 是失了敏感度 慢慢的 他整個生命 譬如年輕 他二十歲的時候 我將來 老的時候 我退休的時候 我會相信耶穌 他一直長大的時候 他的思想會迷糊 他簡直都不覺得 他自己不相信耶穌 不要緊 他一直在這種罪的裏面 但是不知道的時候 忽然間不知道的時候 主人就回來 回來的時候 就重重處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即他是不忠心的人 一起和他們定罪 那僕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不預備好 又不順他的意思 這裡講到 預備好 我們預備好要做的事 和信神的意思 即是照著神的意思去做 我們想尋求神的意思 神啊 你想我做什麼呢 當你尋求神的心呢 神就會成就他的心意 就會指引我們的 那我自己都發覺 神一直教我 很多不同的教導 即是一直指引我 那今天這個教導 大家都可以用來 其實我很多的教導 有些是 怎樣適服 有些是處理生命 這個 今天這個也是處理生命的 那將來 你可以用來幫助我 就是怎樣做一個好的管家 有沒有照顧好你整個生命 因為我會講應用的 現在講了經文先 好了 他又不預備好 又不順神的意思 譬如神感動我 帶領我 我即是看到 即是我今次呢 我很敏銳的 當這個傳導人講到 他在那裏做神學 聖經學校的時候 我就立刻看到 這個是神的心 想我去幫助他們 而立刻有門路 因為他覺得我的教導 可以放進這個聖經學院 那我會不會那些人 會不會那些人 會覺得 以前是系統神學 現在學到這些東西 我會不會那些人不接受 其實不是 其實他們已經在問中 為何我們不是學那些 真是可以用得出來 侍奉的地方呢 所以呢 所教的 將來都會幫到他們 還有 我也都感謝神 我有網上的教導 那第二天 如果 譬如說 我不去 但又想教導 有甚麼方法呢 用網上的方法 可以網上教導 即是我們信神的心意 這個人不信神的心意 他必受多的責打 必多受責打 然後48節呢 就講到 不同程度的懲罰 這裏又講到 這個講到 這個講到甚麼呢 他說 他說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當受責打的事 必少受責打 即是他不知道 然後呢 因為多給誰 就向誰多要 多托誰 就向誰多要 即是神給你這麼多 就向你要這麼多 那有些人說 那不如不要給了 不給呢 我就不用要做 不用做 那就不用這麼多責打 但其實我們要記起一件事 沒有做的 凡是受責打的 都很難受的 去到地獄 不過就是地獄最淺的那裏 那有些人在地獄最淺的那裏 不是最辛苦的那裏 都很辛苦的 但是那些 如果受了很多託負 而他沒有做 那些責打那麼大 那問題就是 是不是真的沒有侍奉 就是不去到天堂呢 首先是信耶穌得救 不是靠行為得救 不是靠侍奉得救 不過真信耶穌 他就會一定有侍奉的 因為聖經有講到的 聖經在馬太福音25章 就講到審判的經文 第二個比喻 講到五千、二千、一千兩能子的 牧人三個 一千兩能子的埋藏在地裏 他沒有用出來 他沒有用出來 證明他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這個人是要在外面 在黑暗裏面 愛哭赤子 他是不得救的 有些人就會說 他雖然想得救 他不過沒有賞賜 但是這個經文 是很清楚講到 他是在外面愛哭赤子 然後第三個比喻 綿羊三樣的比喻 綿羊就是 有做在主的一個小弟兄身上 一個任何一個小弟兄身上 而沒有做在這個小弟兄身上 最後一節講到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 那些人呢 那些異人呢 就要往永生裡去 即是說 那些沒有侍奉 即是說 他的生命沒有這種的表現 這個信心沒有行為 是不得救的 那是不是 即是 要做到什麼侍奉呢 其實聖經沒有講到的 即是總之你的生命是有 你的信心有行為 你的信心是有行為 即不是他的行為得救 得救一定是信靠耶穌 一定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得救之後呢 信心沒有行為死的 而其中一個行為呢 就是 服事主 而那些沒有做在主的一個弟兄身上 沒有用到一千兩銀子 瞬間是講到 他是在外面黑暗裏 哭赤子 和進入永刑的 即是說 他們信心沒有行為 他們是不得救的 但不是靠這個得救 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我重複講的原因 想大家清楚 這個是得救的表現 沒有這個表現的時候 他是跟神沒有關係的 正如沒有祈禱 他跟神沒有關係 不在神在主裡面 他也都不得救的 所以這個經文就提醒我們 我們是 尤其我們聽了更多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行動 如果聽了更多 都沒有行動 即是說 你的信心沒有行為 其實是不難的 我們現在都有一些頂姊妹 我們 即現在每次都有 今天都有好像六七八個頂姊妹 在幫忙服事的 那都是在這裏訓練 即是有很多都是在這裏訓練出來的 所以你有心的話 你可以受訓練 你將來都可以幫助其他人 好了 然後呢 就另外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 講到一個不義的管家 但我又叫他做 其實不是一個不義管家 他是一個聰明的管家 不過聖經裡面寫 就是這個不義管家 是翻譯聖經的人加上的 是聖經原來沒有的 其實是一個聰明的管家 這個管家做什麼呢 我大約講一講給大家知道 這個在世人來說 覺得他是不是 他是奸搞的 世人來說 他是做什麼事呢 他主人要炒他魷魚 炒魷魚 他說死了 我又做 坐地又不行 那怎麼辦呢 做黑衣又怕醜 不如我現在趁我還未炒魷魚的時候 我就叫那些欠債的人 全部告訴他 你欠債的全部可以減少 在這個比喻 那個主人讚他 如果普通的世界上 一定不會讚你 我搞錯 你找我的錢來得到便宜 不過這個主人就讚他 就說他 然後接著就講到 就是 今世之子在世上的事 比較 天國之子更加聰明 他懂得用世上的財富 為他自己益存 但是天國之子 就不懂得的 而他裏面講到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這些錢不是我們的 是個主人的 我主人的錢 益他自己 其中一個訊息就是 我們用的錢其實不是我們的 是神給我們的 你用在神的事上 將來就歸了你的 你不用在神的事上 將來不歸你的 因為你有的錢 你的生命 你的恩賜 全是神給你的 你用在神的事上 將來那個益處就歸你的 我們一齊讀一下 路加福音十六章 一節開始 耶穌又對門徒說 有一個才主的管家 別人向他主人告他 浪費主人的財物 主人叫他來對他說 我聽見你這事怎麽樣呢 你把你所經營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管家心裡說 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將來做什麽 坐地呢 無力 土飯呢 下修 我知道怎麽行 好叫人在我 不作管家之後 接我到他門家裡去 於是 把欠他主人債的 一個一個的要料來 問頭一個說 你欠我多少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說 一百柳油 管家說 拿你的帳快撞下寫五十 又問一個說 你欠多少 他說一百石墨子 管家說 拿你的帳寫八十 主人就誇掌 這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因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更加聰明 我又告訴你們 要藉著拿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 他們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帳項裡去 這裏說到 這個主人 誇掌這個不義的管家 做事聰明 他說 因為今世之子 這個世上的人 在世事上 比較光明之子 在天國的事更加聰明 在世事 有些光明之子都很聰明 在天國的事 就不是很聰明 如果我們在天國的事上 好像我們在世事那麼聰明 其實就很聰明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天國之子 即基督徒 在神的錢 神的東西的用途上 是不是很聰明的 其實我們做工很多基督徒 都很聰明 其實都比很多人聰明 不過一去到天國的事 就沒有那麼聰明 他說我告訴你 要藉著那不義的錢財 這裡其實說到錢財不義 不是說錢財本身 而是錢財很多時候被人用 用得不義的 去結交朋友 這個結交朋友 就不是叫你拿了錢 然後跟朋友去玩 那種 而是你用在天國 用在人的身上 是幫助人的 祝福人的 到錢財無用的時候 將來耶穌回來的時候 就算我拿了很多錢 也好 耶穌現在奉獻很多錢給你 行不行 已經太遲了 錢財那時候已經沒有用 他們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帳鑊 那他們是誰呢 錢 朋友 神 你的作為 這個 其實這個意思呢 你說可以幾個意思都可以 那你可以說 那些錢 那些錢的用法 那些錢 因為他用那些錢 或者是那些人 他那個比喻裡面 講到人 因為你做了人身上 所以那件事 就引致你可以去到天國 得到神的祝福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 你的錢是用在 因為神的緣故 用在人身上 或者說你是奉獻 和幫助人 的時候 當有一天 到錢財無用的時候 就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帳鑊去 所以這個比喻 是講到怎樣 用我們的財富 所以很多時候 講到stewardship 講到管家 很多教導 都是講到 怎樣用錢的 就是怎樣管理我們的錢 怎樣善用我們的錢 以及我們的錢 怎樣用在奉獻上 那我希望大家 對於聽到奉獻 不會有一個負面的想法 就覺得呢 又要講奉獻了 我希望大家聽到 即是說奉獻的時候 是想到 這個方法 我們的錢可以永存 因為我們的錢 每個都要失去的 全部的錢 都有一天 全部都要失去 什麼錢都 你買了多大間屋 到耶穌回來的時候 都要過去 但如果我們 奉獻給神 是存留在天上的 我希望大家 對於奉獻 是有一個正面的看法 但這個不只是 我都奉獻錢 也都講到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神交託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看 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身體 神交給我們去管理的 我們的恩賜 是神交給我們管理的 我們有機會 是神交給我們管理的 那你用神 你用在神的天國上 將來就永存的 首先 第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神是最好的管家 神管理一切 是管理得很好的 我們看這段經文之後 跟著我們再講講 其他神管理好的地方 提摩太后書一章十二節 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也深信他能保存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哪日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他深信他能夠保存我所交付他的 所有交託給他 信靠他的 他能夠保存到底 或作他所交託我的 或者他交付我的 交託給我的 神會保存 就是總之 所有一切 跟我有關的 神交付給我 或者我交付給神的 全部這一切 神都會一直保守 能夠 即是我們所有生命裏面的事 所有做的事 神都會保守到底 我們人的處理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失誤 譬如我上個禮拜 再上個禮拜 我講到一件事 我發覺 因為我在香港工作的時間很短 有些少強積金 有多少呢 有三千元 很搞笑 之前很搞笑 但是我收到多少利息呢 一毫六指 真的很搞笑 那我就說 咦 不是很健康 不是很正常 你就把那三千元 放在定期存款 每年收的利息 應該不會一毫六指 應該都有一個數目 我就在那裡說 其實 是不是應該 香港政府 是應該 即是說 這些所有強積金 應該不是就這樣 就這樣 擺到它 用普通的利息計算 應該是定期 譬如你說 我的定期 我不拿 譬如有些人 他真的會到中途拿 你不拿 你左右定期 然後用定期的方法 儲存 是否會更加公平呢 因為我們所有定期 都是有定期的利息 我覺得 不是很公平 我只是覺得 這個處理 不恰當 我只是用正面看 應該有些方法 是公平一點 因為有很多銀行 收了這些強積金 他們可能會用來 當定期的用法 但它付出 只是很少的數目 我想說 就是人的管理 是不是那麼好的 很多時候 人的管理不好 很多地方管理 那些地方會壞 會爛 譬如我以前 買了一些相機 以前用不懂得擺起 吸收機 裡面發了模糊的鏡頭 會發模糊 我不知道玻璃也會發模糊 這些都是不好的管理 但是神是會 保存我所交付祂 直到那天 全部一起 是會保存 並且是會 很多倍的利息 神會祝福我們 神會賜給我們的 詩篇139篇16節 你所定的日子 我上滅了日 你都寫了你的策上料 就是 所有神 在每一個信靠祂的人 都有個奇妙計劃 所有信耶穌的人都有個計劃 祂會實現這個計劃 祂會將這個計劃 實現在你身上 很多父母都想實現 在祂兒子的身上 有個計劃 將來祂成為醫生 將來律師 將來成為什麽人物 但是我 我不行 為什麽呢 因為祂父母沒有能力去改變祂 祂可以引導教導祂 但是呢 很多父母是很好的父母 但是祂子女不聽話 又不肯讀書 現在很多人又不肯讀書 又不肯上班 每天都在房間鎖了 不肯動的 祂又動不了祂 祂想祝福祂 祝福不了 但是神有這個能力 神有這個能力 真是改變人 其實神呢 在這個整個宇宙的計劃 神在人生命中的計劃 神怎麽保存每一件事呢 即是在我們人 怎麽拯救我們 一路帶領我們 一路不聽話 神一路帶領我們 一路使用我們 是神很特別的能力 祂是最好的管家 我想大家想一想 神管理你的生命 管理得好嗎 好啊 好啊 即是真的又不聽話 一路變聽話 一路更新改變 有時很快速就改變到 即是神一個很好的管家 神管理這個宇宙好嗎 好啊 好啊 真是好的 那種動物呢 真是那種 你越去了解 譬如你看一下那些 National Geographic 即是國家地理 國家地理 那些 你看到原來 那麽多東西 那麽緊要的 譬如有紅木 很多 不是 紅樹林 很多人 就以為是紅樹林 不要緊要 就將它斬了 為什麽原來紅樹林 是神創造 以至呢 有打風啊 有什麽雨衝啊 就不會沖到那些 即那些岸 一路沖倒 有很多地方呢 就因爲 斬了紅樹林 跟著呢 沖上那些屋 那裏 將那些地 沖走 那麽他們種了 那些紅樹林 就結果原來 法國保護 即是神就會做這些 那麽 那麽 譬如這個 黃石公園 在美國 以前是因爲 他們獵殺那些所有的狼 人一覺得狼是不好 就將它獵殺了 為什麽獵殺之後呢 他們就 有一套電影講 就發過那個地方 一路由很多樹 變成小樹 後來變成光獨獨 他們沒有明白爲什麽 然後呢 到到 我不記得一個時間 大約是二十世紀 初的時候 不知一九三幾年 他們開始放那些狼下去 那 作為人體上 好像不是那麽好 那些狼是追那些動物 殺那些動物 為什麽那些動物呢 就強壯了 因為它被人追 它就強壯了 還有呢 那些動物 那些屍體呢 就令到那些地方肥沃 就生了一些樹 他們想不到 神是會使用狼 令到那個地方更加豐富 沒有狼的時候 那個地方反而不豐富 所以很多時候 人呢 將那些動物殺呢 其實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就是神用一種 我們人不會明白的 直到人呢 犯錯誤了 才明白 原來神那麽奇妙的作為 就是神呢 在整個宇宙 在人生命中 和將來新天新地 都是管理得好好的 是吧 那我們就 給神管理呢 就最好了 給人管理呢 是不是很多問題出現呢 是很多問題 但是給神管理呢 一定行 所以希望大家相信 我們一起宣布 我們的生命給神管理是最好的 我們的生命給神管理是最好的 一定行的 一定行的 給人管理呢 是有很多問題的 一定有很多問題的 好了 我們有一個圖畫 這個圖畫呢 幫助大家去聊天 首先 人會有問題 那麽 神呢 就會提醒 和修理了 當神 修理的時候 那個人聽話呢 就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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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向上 再向上 他向上 他向下 又向下 然後呢 下面那裏 就開始不順服 有些人開始不順服 有些人開始不順服 有些人不順服 那又向下 但如果他不順服 他又順服 他又向上 不過 神是會寫給人的罪 但是罪是有一個後果的 即是說 他 順不順服 他回頭順服的時候呢 其實他不會分到最高的 就像大衛 他當他犯罪之後呢 神就說 都劍一筆離開你的家 如果我們共和順主的時候 立刻開始在年輕的時候 立刻呢 開始愛主 受訓練 侍奉主 那你就會一路升的 升高的程度是很高的 即是 你就算普通 你都會明白 譬如你兩個人讀書 一個呢 就很聽話的 很乖的 一路發展自己 他一路發展 有一個呢 不乖的 讀書 讀得不好 那可能 做了公十年二十年之後 開始讀書 我要追 十年二十年之後 追不追回第一個人呢 他追不回 因為他已經失去了這麼長的時間 在神裡面都一樣的 我們的時間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是年輕的時候 去跟蹤神 去服侍主 去受訓練 我不會有現在 到65歲都依然思想這麼清晰 即是我現在才開始追求神 我是不會記得這麼多聖經 也都不會這麼多侍復 是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一路善用我的機會 那所以 雖然我們 神領給我們機會回上去 但是回上去呢 是有一個限度的 就是在乎我們 在你生命中有多少次不聽話 譬如一個人 離婚三次 他又灰改 但是 他可以回上去呢 都可以 都可以回到最高的位 去不回 他已經又不讀書 又搞到很多問題了 或者甚至犯法 他回不回上去呢 回得到一些 他回不完 所以我希望大家做一個好管家 是你開始的時候 立刻開始管理 不要等到你老了 八十歲我現在服侍主 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當然都可以服侍到 不過呢 太遲了 那現在我講管理不同的東西了 第一就是管理我們的生命和內心世界 那我有兩邊 一邊是綠色 一邊就是這個珠光色這樣 這樣 保守你的心 我們一起讀了哪些 親近神而平安喜樂 數算恩典 正面思想 正面處理問題 不被人影響 這個就是 處理他的生命和內心世界 看起來很簡單 幾容易下的 不是很難的 我們訓練一些人 親近神 阿里多日感謝耶穌 可以享受神 可以有神的喜樂平安 又不是很難的 不是很難的 不是很難的 但是這個很大分別的 當你每天這樣親近神 你就很大分別 你就越來越平安 你肯定行狗做 是很平安的 那你數算神的恩典 神做了些什麼 你又記住了 由正面思想 正面思想 我發覺很多人 不習慣的 就是他們總是說 哎呀好慘啊 好難啊 哎呀不行啊 哎呀 很多人習慣了這種 負面的思想 這個就是右邊的 負面思想 但其實正面思想 當你經常有神的話 如果你就習慣正面思想 當你看聖經的時候 你一看 立即用心看 喜歡神的說話 你歡迎神的說話 你看聖經是容易的 我記得我一初信耶穌的時候 因為我 起初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神 知道有神 就是聽到有神 我覺得很興奮 然後我 後來 我開始接觸基督教 那時候 沒有人帶我回教會 我發現 我書櫃裡 有本身約聖經 我就問問 我的弟妹是誰 我妹妹就說 她曾經去過教堂 她就拿了本身約聖經回來 我說 我看得不可以 我說可以 我在幾個月之內 看了幾次 很快去看完一次 很有興趣去看 因為心 想著 這就是耶穌在世上所做的事 心裡是神 所以看的時候 是很有興趣去看的 聖經很快進入我的腦 很快記得 很快應用我出來 而且在腦裡 可以好像 好像怎樣呢 好像電腦 譬如有時候 有人問我問題 我馬上電腦 手一手 在這個經文 我會告訴你 聖經裡面 哪一個地方 這個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聖經 反而它影響我整個思想 我思想很正面 有什麼問題 不需要被人影響 是在活在神中 一定有解決方法 那我就有這個正面的思想 然後呢 正面處理問題 即是說 有什麼問題 我用正面的方法 不是說 有些人說 死了死了 這個禮拜 很多事做 哎呀 很快 正面處理 就是說 那麼多東西 先處理一樣 處理一樣的時候 不要急 不要想著其他 先做一樣 先做另一個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的方法 又不被人影響 那時候 整個內心就可以平安起來了 我們有不同的教導講到這個 不過這個只是簡單的 那些人 不管你好的生命 他的內心有什麼後果呢 他不親近神 有很多基督徒都沒有什麼親近神 沒有想到神的說話 沒有什麼祈禱 思想很負面 哎呀 很慘啊 很慘啊 不開心啊 有受煩 憂愁 有處事 有恐慌 哎呀 死了死了 就是這個情況 我都常見的 死了死了 怎麼辦呢 還有容易受傷害 就是內心 是什麼呢 全部糾纏的 都是一些煩惱 一些困難 好了 管理健康 管理健康 其實不是很難的 健康 有什麼呢 健康的運動 很多人呢 讀完書 就不運動了 回到那時候都會運動 不要就不運動了 那這個其實都是我們身體要管理的 我自己曾經試過很明顯的一次的經驗 在那裡想到想不到 idea 那我就去打球 在打的時候呢 那些血運行 立即把那些意念出來 立即 在打的時候 立即有些講述意念 就是寫了 原來呢 當人的身體運行的時候 他的思想都會靈活 他做事更加好的 這個是神做的 我們身體是需要動的 有健康的食物 不要吃那些肥膩 那些炒煎炒 那些凡是人process的東西 即是用包 包著在店裡買的那些 一包包的那些 都是人處理過 是神做那些 最自然的那些 就是最好的 或者 還有健康的心態 不要緊的 輕輕鬆鬆 開心做人 還有健康的睡覺 右邊的圖 右邊的圖 大家先看到 喜歡吃到 好像豬那樣 就是煎炒肥膩 又不喜歡動 經常坐在那裡 又狂躁抑鬱 又不開心 日夜顛倒 的時候 這個是違反了神的那種規則 於是人回不了頭 即管理健康管理不好 人靈性什麼什麼都不行 不只是靈性一樣東西 又是廚門掛勾的 管理人際關係 一起讀左邊的那些 珍惜關係 彼此關外 接立弱點 同心自奉 其實這些都很簡單 珍惜關係 其實父母 朋友 夫妻 子女 都是我們珍惜的 弟兄姊妹 但有很多人 夫妻是罵得最多的人 因為覺得 即經常見到她 很煩 但其實夫妻總是有她好 是最重要的人物 也是最關心我們的人物 但通常是罵得最爽的 為什麼呢 最近 最容易罵 她又不會走的 除了離婚之外 她不會走的 所以是可以任罵的 但這個就不珍惜關係 哪個關係都成為一個折迫 但如果珍惜 好似我很珍惜我太太 我就一定會盡量 即我們建立關係 不會說任何一句說話 是傷害的 彼此關外 時時的關心 彼此傷害 折立弱點 就是很多人的問題 很多人就是為什麼 跟別人有問題呢 唉 這個又壞 那個又多口 這個又貪錢 那個又貪美 那個又要自己 榮耀自己 當然是有的 個個都有的 你去找一定有的 你一定找到的 個個都找到大把罪 如果個個都說 糟了 這個又敢說 那個又壞 我全世界的人都不要 是我最好朋友 要其他我全部都不要 有些人的問題是這樣 他只有 一兩個朋友 其他人個個都說 這個又壞 這個又醜 這個又不關心人 這個又不奉獻 這個又什麼什麼 他越知道多 他就越不喜歡 這個時候 他做人就很慘 他覺得實人不好 其實基本上是什麼 批判心法 很多人都覺得很自然是這樣 其實人們每個都說話 我老公真是很壞 我老婆真是很長屁 我的子女又不聽話 連教會的人都不好 人就很容易批判人 還有不能夠接納人 是有弱點的 我們在世上一定有弱點 還有能夠同心侍奉 這樣的時候 人際關係就好 就是一起侍奉 我希望我們的團隊 一起同心合意 去服侍主 好 那右邊那裏 怎樣呢 隨意得罪 隨便罵 有丈夫 丈夫 妻子 或是一起侍奉 哎呀我搞錯 你這樣 哎呀哎呀 這些說話 一定要小心 因為會傷害人 很急躁的言語 說閒話 這個都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完了聚會 說什麼呢 又說閒話 今天牧師說哪個 真是不行了 什麼什麼 很多事人都會這樣 那個人就是這樣 就是會數別人的東西 或者論斷 排斥異己 就是說 應該人都像我這樣 為什麼人不是這樣呢 為什麼 就算夫妻也會說 因為妻子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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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丈夫不聽我說話呢 因為她不同 男女是不同的 那丈夫又說 為什麼妻子這麼長氣呢 因為我講話這麼短 為什麼我 就是我又這麼容易 因為通常男性 對於情緒 又不是這麼 那麼覺得緊要 所以她對於事情 不要緊要 所以女的呢 有些人就會說 我丈夫真是怪獸 真是 哎呀 真是不同人的 但其實就是 接受人是不同的 起碼 你知道她不同 慢慢引導她 怎樣改變 這個就是可以 變立關係 那些 婚姻家庭 一起讀左邊 同心愛主 關愛 服侍 聆聽 溝通 接力 弱點 其實這些一切的管理呢 看上來很簡單 但你照著做 就祝福了 同心愛主 當然是好 很多人就說很難做 但如果我們又分析 我需要什麼 別人不給我什麼 或者就是糊里糊塗做人 就是整個生命 都是糊里糊塗的 反省呢 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圖畫大家喜歡看 是不是 喜歡吃點 是不是 一個派 派呢 用這個方法 幫大家反省 就是一個反省的行動 我們一起讀 第一就是 prayer planning 計劃改善 第二 implementation 實行 第三 evaluation 評估 那這個呢 是一個人生 經常都可以做的 第一 你討告問神 可以做什麼 還有計劃他做什麼 p i implementation 實行出來 又跟著評估 而今次做得怎樣呢 又再祈禱又再計劃 譬如我去宣教 這次怎麼做不到 做不做到呢 有些什麼做到呢 有些什麼未做到呢 那這個就是評估 這個pie 可以入你怎麼開始的 評估 跟著我就祈禱了 計劃了 我怎麼改變 跟著我改變那個計劃 走出來 我每次都告訴牧師 我想是訓練牧師 和委身的教徒為主 還有我想那些人每次都來 不要 譬如一堂A group 第二堂B group 第三堂C group 我每次來到新的群組 我要由頭講過 我是不同的 那我評估是否做到 今次有一部分 是做得到這件事 那我怎麼做得到呢 然後呢 計劃 提到和計劃 怎樣鬼線 然後呢就實行 評估這個是我們一生人可以做的 你評估回你的生命 你回去評估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是怎樣的呢 高高低低都是差不多那個level 還是是上的呢 還是甚至是下的呢 被些人困住 那你求主要幫助你 人人都需要交帳的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功夫 得自己的上次 若有人用金銀補石 草木和佳 再者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華 有火發言 這火要試驗 各人的工程就一樣 到那時呢 這個火是什麼火呢 我們不知道 即是 是不是真的天上那些 即好像有些燒上那些火呢 怎樣都好 總之當時呢 你就獻上給神了 為何獻上呢 我又不知道 所有你做的事 在神以前顯露 跟著顯露的時候呢 可能有些就會 十十箱就燒光了 然後有些呢 就會 真是金銀補石 存在那裡 那我們個個都要監獄 沒有一個手機 包括我自己作為 全部個個都要監獄 我的內心要監獄 我處理情緒要監獄 我對人要監獄 我對於那些 不是那麼好的人 的態度 我要監獄 我的事奉要監獄 全部都要監獄 你們每一個都要監獄 是沒有走雞的 沒有人能夠走掉的 所以希望大家 真是在十年前呢 反省 而我們管理整個生命 可以很開心輕鬆的 即不是說很慘的 馬太十一章二十九節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附我的握 學我的樣色 者你們心裡 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的膽子是輕散的 我的握是容易的 我的膽子是輕散的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開始講到兩種案子 一個就是 勞虎擔重擔的人 做我者兩人 我則是少了不得安息 第二個是怎樣呢 耶穌說 我是柔和謙卑的 人是不能夠說這句話 沒有人能夠說 是柔和謙卑的 但耶穌真的是柔和謙卑 你負我的丫 就像牛 負我的丫 在脖子裡 拉我的泥 和我一起示喉 學我的生命 學我的樣色 這樣呢 你的心裡就享受安息了 進入一個安息 因為事奉是會進入什麼 安息 安息 即是你管理好你的生命 你將你的生命 委身給神 去做神 做的事 學耶穌的生命 你就會進入高層次的安息 所以很多人得釋放 我們發覺他們 得釋放完就走了 但如果他們有心學習 他就會真的享受到安息 否則他就只是 一時之間減少他的困難 但遲些又再回頭 我希望大家 為何長時間 為何長時間有安息呢 就是處理生命 以後呢 一路一步 一步一步給神使用 而我們走神的路 管理好生命又如何 今生祝福當日 來世得賞賜 有一天 你和我都要站在神的審判台前 有一天呢 我們每個都要 要是接受神的賞賜 要是接受神的 有些人可能接受神的指責 我希望呢 每個都要接受神的賞賜 那便非常好 神昨天告訴你 這班人就是神的 就是你一生日所祝福的人 我想大家反省一下 在這一陣子 你的生命 到今天為止是怎樣的生命呢 你想你的生命是怎樣向前的 可能你一想到 是我老公不好呢 是我誰不好呢 是某一個人不好 就是我們可能一想到這件事 你上到天堂 神呀 那些人不要衰 我沒有事物 這不是一個藉口 就是主耶穌幫助我們 在一陣子反省你的生命 神呀 我怎樣可以向前走呢 怎樣可以一步步給神提升呢 我們一起報告 我們一起在神面前反省 主耶穌求死 求你感動我們的信仰 我們知道 我們的生命非常之寶貴 我們的生命是非常之珍貴 能夠祝福好很多人 求你幫助我們 管理好我們的生命 就好像 人做一個花園 要管理好這個花園 我們整個生命 我們都要管理好 當你管理好的時候 我們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會整個生命被發揮 但是的確 可能很多人都是被情緒影響 被人影響 被煩惱影響 被困難影響 被困難影響 主求你幫我們 在這一陣子 去放下這些煩惱 放下這些重擔 放下這些人的傷害 真是說神呀 我願意毀身跟從你 願意走你的路 願意踏出 願意說不要緊要的人 人家罵過我不要緊要 人家傷害過我不要緊要 人家收弱過我不要緊要 因為神一定接立我 神體重我 神經濟我 人家做的不要緊要 多謝耶穌 神可以支持我們 並且經濟我們 發揮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神經濟我 神經濟我 為人們 幫你 祈禮 神經濟我 神經濟我